嘿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盒子精英悟空 在我桌面上摆了三台电视盒子的包装盒 他们的系统分别是安卓720 安卓9.0以及安卓10.0 这三个电视棒里面都有一个应用叫做油管 很多小伙伴在使用油管这个APP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的去点开详细信息 他们点开详细信息 无非就是想看一下当前油管的连接速度 那么点开详细信息之后 大家会发现有众多的参数 包括色彩空间 当前的连接速度 或者是当前的分辨率和画质等众多的参数 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参数叫做Wheelport参数 有很多小伙伴都对这个参数非常感兴趣 当你发现这个参数变成了1920x1080的时候 很多小伙伴就着急了 说这个参数为什么会是1920x1080 我连接的是4K的电视棒 并且我的电视机也是4K的 为什么这边总是显示1920x1080 这难道是油管的问题吗 难道这么大的问题 你油管就没有发现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在社会TV的论坛上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不仅是中国的小伙伴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连外国的小伙伴其实也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纠结 如果你是直接使用的是安卓9.0或者是更高版本的电视棒 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安卓7.0上的一个表现 就拿我左边这台Fair TV做比较 Fair TV的系统是安卓7.1的系统 这个系统在播放油管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VIPO的参数显示的是1920x1080x2 而当你升级到了安卓9.0或者是更高版本的电视盒子 这个参数却变成了1920x1080没有x2 所以很多小伙伴就觉得难道我升级的电视棒 我油管的画质就降低了吗 是不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我的画质呢 在这里我先不卖关子 直接给大家一个定心丸 这个参数显示大或者小 都不会影响到播放器的画质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了 以后也再也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今天我就想一想说一下 产生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我们再进一步说 其实除了油管这个软件 其他的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Cody这个软件 它有一个显示分辨率 永远都是显示1920x1080 不管是低版本还是高版本 它永远都是显示这个 或者我们打开AIDA64 这样的一个检测软件 即便你是在索尼4K电视机上 去运行这个软件 它也会如实的反映出1920x1080 而不是3840x2160 难道索尼电视机有问题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问题 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好今天我们讨论的环境 是在安卓电视盒子上 注意这里面说的是安卓的系统 不是RokuOS 也不是WebOS 而是安卓TV 在安卓TV里面 YouTube4K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 YouTube当中 Weepot的这个参数代表什么 好 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随便播放一个油管的4K视频 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详细信息 然后大家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参数 Weepot的这个参数 这边显示的是879乘以494 这个代表就是当前的窗口的大小 我们拖动这个播放器看一下 拖动浏览器的窗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数值就产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再拖大 它会进一步的放大 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参数 就代表的是窗口的大小 我们甚至可以全屏再看一下 全屏之后 这个参数就变成了我屏幕的分辨率 我这是一个2K的分辨率 所以它就是2560乘以1440 好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安卓9.0的电视机 我们在安卓9.0上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打开油管 我们点开详细信息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就有它的Weepot的参数 是1920乘1080 而它当前的画质是3840乘2160 很多小伙伴纠绝的就是这一点 为什么这边显示的是1920乘1080 而不是下面的3840乘2160 好 这个是安卓9.0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接上火棒4K再看一下 好 接上火棒 同样我们找到详细信息 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Weepot的参数是1920乘以1080 并且乘以2 所以你看这个表现就不一样了 同样都是4K视频 在安卓720上和安卓9.0就表现不一样了 简单来说 Weepot的参数在网页端代表的 就是UI视图的大小 在安卓TV上代表的是UI的显示分辨率 好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问题 说如果这边显示的是1920乘1080 会不会影响整个4K的画质 这个就需要做一个实验了 下面我们找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专门用于检测4K视频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视频去检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这边显示的是1920乘1080 但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每一个色带 非常清晰 如果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色带不是重叠的现象 都是清晰可见的 就代表你现在正在以4K的解析度 播放这个视频 所以目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当前是4K的 我们现在给它设置成1080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变化 如果大家看不清的话 我可以给它放大 大家看到没 刚才原本非常清晰的色带 现在已经变成了拧成一个麻花了 就是色带有重叠的现象 变得非常的重 非常的深 为什么 因为像素都堆叠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才是1080P的画质 所以你再也不要怀疑自己的油管4K 播放的是1080P的画质了 好 我们继续回顾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4K的电视机在AIDA64 这样的一个检测软件 或者CODI上 总是显示1920乘以1080呢 好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安卓9.0的电视机上 在安卓9.0的电视机上 你可以利用第三方的软件 去检测一下当前的分辨率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它的分辨率 我们利用小程序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自己编写的一个小程序 非常简单 只有几行代码 这边显示的是屏幕的宽度是1920 屏幕的高度是1080 第三方软件 其实基本上就是打印出了这个消息 然后屏幕密度是2.0 它的DPI是320 最下面一个参数叫 Windows Display Size 这个是我额外去调用的 额外调用的这个参数 就代表是你4K的解析度 这个代表就是你实际上 屏幕的真正素质 这个是变不了的 如果你是电视机的话 这个参数是基本是不变的 只要是4K电视机 基本就是这样 如果你连接的是电视盒子 那么这个参数 取决于你设置的输出分辨率是多少 这边你如果设置输出分辨率是4K的 这边就是4K的 如果大家非常纠结这个参数的话 大家不妨自己打印一下这个参数 当然了 你也可以直接安装我这个APK 自己检测一下 我们刚才使用的电视机的型号 是索尼的S9000H 这台电视机我们可以看到打印出来 屏幕宽度是1920 高度是1080 它的屏幕密度是2.0 屏幕密度DPI是320 但是这台电视机本身的分辨率是3840乘以2160 这样都不用计算 就能口算出来 它跟实际的分辨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正好是一个两倍的关系 为什么是两倍的关系 它跟屏幕密度有没有关系 我们接着看这张图 这个是谷歌开发文档给我们的一个 关于屏幕密度之间的比例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比例大概是2比3比4比6比8的一个关系 那对应的两两之间的关系是一倍 1.5倍 两倍 三倍和四倍 后面的三倍和四倍 大家先不用看 因为索尼电视机打印出来的是320dpi 也就是说它跟之前的基础线正好是一个两倍的关系 OK 那这两倍的关系大家找到了 那也就是说安卓系统里面所有的UI 包括UI的切图 它跟实际呈现的效果正好是一个被投影 被放大两倍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 那这张图是网上的一张图片 是一个设计师呈现出来的一个示意图 那左下角代表的是安卓UI层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左下角这张image代表的是某一个按钮 或者某一个wheel它的size是200x200像素的 那么对应的设计师给我们程序员的图片应当是400x400 如果他给200x200的这个图片的话 那么放在4K的电视机上就会发糊 因为它是需要缩放两倍的 放大两倍之后才是真正的4K电视机显示出来的一个效果 OK 所以说每一个4K电视机只要是搭载了安卓的系统 那么它打印出来的分辨率应该是左下角出来的分辨率 而不是4K电视机实际的分辨率 至此我们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 我的猜想是可能YouTube产品的定义发生了一个改变 安卓7.0的时候 UI分辨率乘以缩放倍率 就是YouTube的viewport显示的参数 代表的机型是火棒4K 当时显示的是1920x1080x2.0 那么这个2.0就是缩放的倍率 在安卓9.0或者更高的版本 它显示的是1920x1080 也就是显示UI分辨率 并不会再额外的显示倍率了 所以它这边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功能性的bug 仅仅是一个UI层面的定义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是 UI的分辨率并不会影响到实际的画质 没有必要担心 好了 那今天这个小科普呢 就先到这边 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够给你解读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疑惑了 那你目前看到的这个电视机 播放的这个4K的油管视频呢 就是4K的画质 不用担心 好了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分享 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边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